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妥妥的竞速鞋 为了轻量化和跑用效率 在有些地方是做了取舍的 比如说大抵宽度和足弓支撑等 我对它的定义就是全马315以内跑者的比赛鞋 315以外跑者的速训鞋和短距离比赛鞋 如果你训练的速度不能稳定在430以内 我不建议买惊叹 然后我们来到惊叹mix和mixplus的对比 这两双鞋的差异主要在于脚杆软硬 足弓支撑的强度和碳板的强度 先说脚杆 惊叹mix是硬弹脚杆 甚至在速度很慢的时候会有板脚的感觉 而mixplus则是软弹的脚杆 速度快慢脚杆都比较舒适 足弓支撑方面mix和mixplus 外表上来看是比较类似的 并且都在足弓有侧强做到了优秀的水准 但是mix会更强 我是低足弓很明显的跑完长距离 mix会让我没有足弓酸痛的感觉 而mixplus则会有一点点酸的感觉 不过也不会延续到第二天 所以需要强支撑的跑者还是优先考虑mix 一般的跑者mix也就够用了 mixplus也就够用了 然后呢在碳板硬度上 惊叹mix的硬度会比mix加要强很多 这带给了mix更高的上限 但也带来了较硬脚杆的问题 而mix加的碳板主要作用于辅助跑动时的滚动 不会对你的落地姿态有太多的影响 总结 如果选比赛时 建议全码315以内的跑者可以选择惊叹一代和惊叹二代 而320以外的跑者可以选择惊叹mix和惊叹mixplus 喜欢硬弹需要强支撑的可以选mix 喜欢软弹的可以选mix加 如果选训练时 训练配速在430以内的建议惊叹一和惊叹二 430以外的话 mix和mix加都可以 而600以外的话建议是选mix加 因为mix在600以外还是有一些板脚 所以我会选择惊叹的 我会选择惊叹的 我会选择惊叹的 感谢观看